我和顶流进酒店的照片登上热搜 全网都说磕到了 穿于太子爷气的发文 这是我老婆 紫小三等着被老子封杀吧 顶流卑微的球放过 姐夫哥 是我呀 你的嫡亲小舅子 糟糕 去非洲挖矿的老公连上网了 咦 我是全网最做的网红 因为不爱听使话还娇气 一年换了四家公司 天价解约费让我的知名度不断的上升 大家都在猜测 我是哪家的千金为爱发电拍土味视频 直到我和姜野开房的照片被挂上热搜 哦 姜野家的 他确实有那个实力 原来姜野喜欢这一挂 沉退了 这一退就是一辈子 谁再说姜野是禁欲系 我就长水嘴 看着营销号下面的评论 我忍不住反驳 姜野还真没那个实力 毕竟他那点代言费 确实只能说刚好够填我的几日费窟窿 至于我的巨额开销 十个姜野也养不起 本来还愁转型为热度 这下热度直接起飞 我悠哉的躺在沙发上 准备让子弹飞一会儿 等热度过去再澄清 没想到姜野一个电话扣来 姐 出大事了 我抠了抠鼻屎宽慰他 姐姐养你这么多年 你借我蹭蹭热度怎么了 不是 网上都说咱俩好配 我俩一个妈生的 长得有点配怎么了 哎呀 姐夫在非洲连上网了 缓了好半天 我才反应过来他嘴里的姐夫是谁 微博已经没了刚刚的一片祥和 反之到处是腥风血雨 警号江野 小三警号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来自一个三五小号的微博 劳资名叫段家树 这是我老婆 死小三等着被我封杀吧 江野 我还没想好怎么公关 江野已经在电话里疯狂地道歉 姐对不起了 前途和你的隐私 我选择前者 还没来得及骂他两句 微博页面已经自动刷新 江野卑微的求饶 姐夫哥 是我呀 你的嫡亲小舅子 嗯 作为顶级豪门千金 有钱随便花的代价 就是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 段家树是我权衡之下最好的人选 有钱有盐 还不回家 听说他家在非洲有个大项目 十年八年不着家 我二话不说 嫁了进去 办完婚礼后的一个小时 他头也不回的 踏上了回非洲的飞机 甚至连洞房都没顾得上 这速度我还以为 他在非洲 还有别的老婆还在热炕头 结婚两年 他连我朋友圈都没有赞过 我一度以为 段家树在非洲没有往 于是更加为所欲为 没想到 今天被逮了个正正 琢磨半天 我决定先和人告状 你完蛋了 DJ SCJDSG 你连我亲弟弟都认不出来 你完蛋了 DJ SCJDSG 别说他了 老婆我都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随之发不来的 是我发在网上的视频 还有一张简介截图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老公去世 独自带俩娃 女人当自强 视频里的我画着浮夸的妆容 嘴里念叨着土味语录 今天的老公对我爱达不理 明天的我老公高攀不起 第一次直面土味视频的尴尬 我有些不知所措 段家树却始终不依不饶 发了个语音过来 我倒是不知道 这两年你原来有这么多怨气 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 三 坊间都传闻 富二代们脾气难辨 经常笑里藏刀 段家树则是个例外 他是所有人中 最不藏着掖着的人 记得高中低业的那个晚上 我们一伙人去会所里狂嗨 准备告别即将逝去的青春 没想到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不仅闯进了 我们提前订好的包厢 甚至还脱了鞋 在里面呼呼大睡 被服务员叫醒后 这男人不仅没有丝毫愧疑 甚至掏出了几张百元钞票 试图打发我们 小孩们 你们去隔壁玩 这种拿钱稀释宁人的事 这群二世祖座的次数不少 但第一次被人这样对待 段家树是第一个走出来 捡起地上钱的人 男人还在夸赞他 对吗 还是这个弟弟懂事 下一秒 几张钱就拍在了他脸上 段家树将他的鞋 一脚踢了老远 老辈子 魔法披风 该滚去哪里滚哪里去 说着捂了捂自己的鼻子 嫌弃地看向一边的皮鞋胖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段家树 传闻中他性格耿直 为人正义 只是没想到 一开口就是纯正的川普 吐死了 谁知道山不转水转 几年后他竟然成了我最佳联姻人选 听说后来这个中年男人 还试图报复段家树 结果被段家树直接给搞破产 这样一个牙字必报的人说要找我算账 我完蛋了 死 连夜算完了 离婚后可以分走多少财产后 我如释重负 幸好当时结婚太匆忙 还没来得及签婚前协约 段家树的财产我能够分走一半 没等我从得意中走出来 有人一脚踢开了扮演着的大门 将至我要跟你盘算盘算 我怎么就已死了 原以为段家树只是连上网 没想到他是直接飞回了国 两年没见 他比之前看上去更加成熟 退去了那股青涩 鼻挺的西装衬得他腿更长 突然想到网上某个梗 我的眼睛控制不住的朝某处钉去 好像不是很小 意识到自己有点变态 我慌忙挪开眼睛 却刚好撞上了段家树算账的眼神 费了好大的劲我才给他解释完了 什么叫网络梗 什么叫利人设 看着他似懂非懂的眼神 我长舒了一口气 下一秒他眼珠子又盯上了桌子上 被我写的密密麻麻的草稿纸 上面分别算计了他的房产 股份 分 红以及各种零零碎碎的产业 我尴尬的有些想顿底 段家树却被气笑了 你知不知道我俩为啥结婚 我点头 商业联姻没有爱情 只有利益 那你知不知道离婚这是你说了不算 我继续点头 别说我说了不算 就连我爸妈说了都不一定算 董事会那群老头一定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 分一半都没意思 不离婚都是你的 5 段家树回国的消息不进而走 他的狐朋狗友连夜给他办了一个欢迎会 等我挽着段家树的手臂出现在大厅时 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们的邀请预计名单根本没有我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鸿门宴 大厅正中间是一身红裙的许志安 段家树的前女友 他的身后则是一群看热闹不嫌失大的二十足们 家树哥哥许志安拖弄着裙摆朝我们飞奔过来 我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按照小说剧情 下一秒他应该是左脚绊住右脚 然后一头跌进段家树怀里 正当我莫属倒计时的时候 段家树伸手拦住了人 顺便将我挡在他后面 不好意思许小姐 我太太的礼服很贵 你这么毛手毛脚 我害怕你手里的红酒一出来 弄脏了我太太的裙摆 说完他不还忘了补一句 我虽不缺钱 但是我太太难得有一件很喜欢的衣服 刚刚还热情的人突然被钉在了原地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同样震惊的 还有悄悄的摸索礼服布料的我 三小时前段家树恳求我一同参加这场截封面 美其名曰怕别人觉得我们貌合神理 我虽心中不想去 最终也抵挡不住他的软硬结实 直至他最后承诺会送我那颗 即将出现在拍卖场上的粉宝石之后 我才勉强地答应下来 最后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那么自愿 我特意换上了淘宝买的79块钱的小裙子 没想到这淘宝货摇身一变 还能成为断家树嘴里的限量版 虽说我确实有穿什么都像高定的气质 但是这个布料怎么看也不像很贵的样子 等他拽着 我走远了我才开口言语 原来大名鼎鼎的断家树 撒谎起来也是张口就来 怕不是以前哄骗过不少小姑娘吧 谁知他并没有正面地回答我这个问题 反而只是凑近了盯着我的眼睛问 不是吧 成年老醋你也吃 吃个屁 本来就是商业联姻 只要不搞出人命来我才懒得管你 断家树皱了皱眉 逐渐地朝我靠近 直到我退无可退 最后被人抵在了墙角 将至 我记得我们不是合约夫妻吧 距离近到我都能清晰地 看到他脸上的毛孔 还有耳旁震耳欲聋的心跳声 还有 我没有什么前女友 许志安我不熟 六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断家树的名字 他总是家长嘴里最不听话的小孩 小学时逃课 中学时打架 好像校规里不允许做的事情他全做了 每中一的升旗仪式 校长讲话完毕后都是他的自我检讨 那时的我自诩清高 一心只喜欢温柔 有学识的男孩子 更何况是他这种满口川普 看上去一股吐气的人 我笑来都是瞧不上的 喜欢他的女生有很多 大家都觉得他吉耀不逊的样子很迷人 但真正的敢追他的人只有一个许志安 许志安追他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听说还跟去他家里 为了他学了一学期的钢琴 对于他俩究竟再没在一起 大家都只是猜测 直到某周一早晨 两个人一起上台念了检讨 那时全校都在说果然女追男隔层杀 断家树再怎么拽 还不是被人拿下了 后来我生了病 家里请了家庭教师给我上课 我再也没有去过学校 直至毕业那天 他踹飞了大叔的鞋 回想到这里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开口询问 我记得你以前总是满口川普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自证腔圆了 断家树撇了我一眼慢悠悠地回答 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吗 也不知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假意 但我承认断家树泡妞的手段 果然又高明了不少 七 因为断家树突然回家 我不得不跟着他跑了很多应酬 公司催了我好久的土味视频 我都没时间拍 在运营的再三催促下 我牙一咬 又一次提出了解约 这活我干不了 你找别人干吧 解约费我会打在公司账户上 为了防止运营挽留我 我果断地挂了电话 等钱会到账之后 我将以前的视频全隐藏起来 连同我一项很满意的土味简介都改成了 想我了就说公主请出现 因为上次的热搜 很多吃瓜网友 对我后续账号的发展很关注 没想到我直接三号走人 一群人跳出来开始感慨 豪门媳妇不好当 不是我马后炮 我就知道马甲掉了 他肯定就做不了这个行业了 看他账号粉丝年度还挺高 好可惜 可惜什么 娇妻不必当装疯卖傻的网红日子好过 还是现在这个社会好 能有少奶奶装疯卖傻逗我们笑 更有甚者嘲讽我做这些自降身价 不仅给段家树家里公司蒙羞 还让姜野丢人 诅咒老公死 这种女人放在几十年前就应该进猪笼 连同我以前拍段子说过的娇妻语录 此刻也成了我的罪状 姜野最先忍不住 直接开大号下场对黑子 娇你大一期 就算我姐一辈子不嫁人 我家也能供他一辈子富裕生活 哦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老公 真的是好一个女人当自强 老公的钱我是要花的 自强人设我是要利的 好一朵白莲花 要不说网友的嘴无人能敌 好的时候他能把你夸出花 坏的时候能把你踩入泥坑 纵使姜野打字再快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舆论越来越大 连同他最新官宣的品牌代言 都发文说已经和他解除合同 姜野气得给我打电话 我让他别急 不就是一个代言 直到他连续被解约了五个代言 他终于慌了 发为伯爱特段家树 姜野 艾特劳自明叫段家树 姐夫 你还不帮帮人家 当晚热搜 警号江野撒娇好娘警号 爸 段家树带人在书房 开了一下午的会议 一群黑人在里面 机里咕噜地说半天 我只能猜测 可能非洲的事情还没有完结 段家树不顾所有人劝阻 非要回国 他忙着成这样 我哪还好意思 因为这么一点点事情打扰他 趁会议间隙 我问能能借用一下他的手机 查岗啊 段家树笑应得望着我 不知道为啥 我总觉得这眼神很熟悉 但又想不起来 但听到这三个字 我失口否认 想顿地逃跑 却被他一把拎住后领子 随后手里被塞进一个东西 我的所有东西 你都可以想查就查 密码是结婚那天日期 等我利索地打开微博时 这才发现 段家树的微博 只关注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 一个是江野 我的微博被公司收回 此刻我只好顶着 段家树的账号作为作福 还没骂两句 账号就显示被人顶了下去 再刷新段家树 已经在微博杀疯了 豪门太太当网红 假豪门吧 段家树 你号没了 P.S. 以此证明爷的实力 哈哈 当网红真丢他老公家的脸 段家树 我从不认为 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职业 同样我觉得 你这样在网上随意贬低他人 才是给你家丢人 一个被窝 谁不出两种人 谁知道这个段家树 是不是什么正经人呢 段家树 你号马上也没了 很快的 微博一大批嘲讽我的人号 都被炸了 时隔多年 段家树的脾气 竟然没有像高中时那么暴躁 吵半天 说出最重的话 也只是一句你号没了 这种反差 莫名的让我觉得好笑 一转头却看到段家树 坐在沙发上 头发挠得像一个鸡窝 跟网上映射出来的形象 完全不一样 段家树 干嘛 觉得你很像一个人 我的初恋 九 高考完过后 我迷恋上了一款游戏 我这个人属于又菜又爱玩 但我在同学中立的人设 让我无法开口 让大家代代我 我那初恋对象 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 对方在美国留学 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国 声音好听 技术厉害 人还贼温柔 每两个月 我就坠落了爱河不可自拔 开始和人搞起了一国网恋 网恋两年的时间里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照片 室友说 对面可能是一个扣脚大汉 让我当心被骗 那时的我根本听不进去 任何人对他的诋毁 放出豪言 就算他是身高1米5 200斤的大胖子 我也认 反正我喜欢的是他的灵魂 不是他的长相 但室友的这句话 第一次让我产生了 想要奔现的冲动 好不容易跟对方确定好 那个寒假就见面 谁知道对方突然冷暴力我 等我追去美国 找到地址上的人时 才发现那人原本就有女朋友 而我不过是他无聊时的消遣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爱是可以假装出来的 恰好家里说需要和人联姻 恰逢遇到回国的断家术 他的声音莫名的像扎了我的男人 鬼使神差般的 我说出了他的名字 本以为他会拒绝 但没想到他竟然也一口答应了 可以说造成我俩如今 这个尴尬局面的罪魁祸首 是失恋了冲动的我 但是我想了两年 都没能想明白 断家术到底是为了什么才答应的 为了啥 还不是为了和你的爱情 我地坚嗖嗖地冲到我耳边嚎叫道 我瞥了他一眼 爱你个麻花琴 十 那天在微博江野和断家术 闹得很大 直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的账号 也被爸妈给没收了 一把年纪了 你还跟那些网友叫什么劲 断家术他爸发了好大的火 我刚想上去劝诫几句 想说这是我的问题 没想到他死不松口 说如果连自己老婆都不维护的话 那么他就是光长年纪 不长责任心 争吵到最后 断家术被他爸用鞭子抽了好几下 他硬是声扛过去 没有叫出一声 我觉得断家术这个人真的很割裂 有时候很成熟稳重 有时候又像个小孩一样执拗 叫劲起来还挺像高中时候的他 那你是喜欢现在的我 还是高中时候的我 一句话差点把我CPU都烧掉了 我结结巴巴半天再次提醒他 我告诉你 我俩只是 我知道他打断了我的话 商业联姻吗 我赞许弟点点头 既然清楚 就不要谈什么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婚姻要怎么继续下去 是假装一辈子 还是我们干脆试一试 将至不然你和我试试吧 我其实很好的 真的 十一 断家术的告白让我彻底的慌了手脚 虽说我嘴嗨自己泡过800个男模 但其实连男人的手都没有摸过 更别说突然要和自己的老公从行婚升级成恋人 这跨度有点太大了 我有些接受不了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该不会真想当他死了一样过50年吧 好友追问我内心的想法 我脑袋空空的摇了摇头 我没有想法 我甚至想要他待在非洲50年 感情的事在我这里完全就是一片空白 更何况他非洲的事好像没搞完 我不想异地恋 俗话说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蛇 万一断家术也玩起中国一个家 非洲一个家的把戏 那我就完全可以搬进歌坛市里驱逐了 蝙蝠侠都能直接来抓我这个小丑 好友说我太悲观 段家术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信 毕竟当年他和许志安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多年后他竟然也能识口否认 谁知道以后他会怎么对我 说到底你不是不接受他 而是你对他不自信 我摇摇头 我不是针对他 我是不相信每一个男人 偏偏这个时候 我爸对赌协议即将失败 为了防止破产 我妈将我紧急地召回 闺女 为江家做贡献的时候到了 一碗黑乎乎的汤被摆在我面前 我不明所以 拿回去给段家术喝 喝了能生双胞胎 我无语地看着我妈 我俩连嘴都没亲过 还怎么生双胞胎 不管你想办法生 我都想好了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他 到时候孩子他加一个 我加一个 你们离婚 反正段家的血脉 咱们将家得占一半 实在无法沟通 我拎着包准备走人 我妈在背后阴嗖嗖地开口 你也不想你爸的心血付诸冬流吧 我冷哼一声 反正破产的段家术还能养我 话虽这样说 我也不敢确定没有了家族的支撑 段家术到底还会不会想要和我试试 但很快的 我就因为自己纠结的想法觉得好笑 因为我刚回到家门口 一个小黑娃突然冲上前 抱住了段家术的大腿 爸爸我好想你呀 12 我也曾想过 段家术或许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商业联姻本质上就只有利益关系 只要没有触及利益 对方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可厚非的 我认识很多因为家庭生意走到一起的人 很多都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东边一个家 西边一个家 只不过我更愿意相信 他跟那些二十组根本不是同类人 没想到别人只是乱搞 他直接搞出一个娃 段家术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 猛在原地的人瞬间清醒 一把推开小孩 你这个乌七嘛黑的咪玩乱喊啥子 哪个是你老汉 说完立刻委屈地望着我 老婆 我真的不认识他 看得出来他很着急 急得川普都飙出来了 但小孩比他更委屈 小嘴一别就要哭出来 我看得心烦 怒斥小孩别哭了 谁知这小孩哭唧唧地往我怀里钻 妈妈 我终于看到你了 好半天我都没想明白 我啥时候有了一个小娃 还是个黑娃 段家术瞪大双眼 气得语无伦次 好啊 姜志 你啥时候背着我偷偷地生了个孩子 说着还哽咳了两下 还这么大了 我也很奇怪 但小娃就是拽着我不松手 还没等问清楚缘由 段家术已经被我妈拨去了电话 妈 你快管管姜志 他竟然和别人生小孩了 听不清楚电话那头 我妈说了说了什么 段家术赞同地点点头之后 还不忘家里一句 对 你好好的说说他 太不像话了 十三 当晚家里所有人都到齐 开始审问这个突如其来的小家伙 但他中文学得十分有限 只能说出一些简单词汇 例如一直追在我后面叫妈妈 或者抱着段家术叫爸爸 别说我跟段家术根本没小孩 就算有也不可能生出这个颜色的 小屁孩瞧我们都不相信他 更加委屈地坐在沙发上 谁都不搭理 小孩他们真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姜野不死心地再次追问 结果得到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 对呀 这下所有人都蒙住了 姜野嚷嚷着这肯定是仙人跳 一定是有人让他来接近你们 你们于心不忍就收养他 最后长大了他就吞并你们的家产 我反驳这长线放得太长了 长大还有那么多年的时间呢 能想出这种法子的人一定蠢到不行 更何况 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收留这个小孩 谁知道小孩听到这话坐不住了 我才不要住你们这里 我有住的地方 我跟段家术一个对视 当即就决定按照小孩给的地址送他回家 出人意料的是 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并不远 而他嘴里的监护人 竟然也是一对黄色皮肤的夫妻 段总见到我们 这对夫妻很惊讶 连忙招呼进屋 怪不得听说你急着回国 原来是跟夫人和好了呀 对方恶呵呵地看着我俩 一时之间我敢笃定段家术一定有事情瞒着我 刚到家 我就把白天我妈让我给他打包的不要端了出来 这是啥 段子绝孙药 说完我恶狠狠地瞪着警告他 不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 你就等着段子绝孙吧 连叹了三口气 段家术才讲了他在非洲干的一些事情 原来他在非洲工作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很可怜的亲鹰 他们很多都是父母不负责任一气的 段家术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孤儿院 尽管段家术去看望他们的时间很少 但里面的小孩子都会叫段家术爸爸 有一次他听到别的小孩问为什么妈妈从来不来看他们时 段家术掏出手机播放我的土味视频 并且告诉小孩们我就是他的妻子 他们的妈妈 孤儿院的小孩很多 段家术并没有记住每一个小孩 但是小孩们不仅记住了他 甚至还记住了我 刚刚那小孩是幸运的 他被那对中国夫妇收养了 段家术语气里全是自豪 没想到他竟然能掩认出你来 我疑惑既然他知道 为何刚刚还在和我装出一副他不知情的样子 我刚真的蒙住了 一时间哪想得起来 再说我怎么知道这要巧 刚好还能住一个小区 说的确实也对 我勉强相信了他的说法 并且警告他 以后不要再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了 段家术吞吞吐吐的说 其实还有一件 但不管我怎么追问 他也不肯开口 猜测到可能是他的一些阴阴阴阴 我也不再自讨没趣 准备回房间睡觉 谁知道他突然起身 将我拉在怀里认真地发誓 我保证从现在起 我一件事情都不再瞒着你成吗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呆至底点点头 那你现在能和我试试吗 想了想反正自己不吃亏 我再一次慎重地点了点头 十四 自从我决定和段家术 真正地在一起之后 我就变得异常年人 总是想要跟段家术待在一起 公司传言 我是担心他在外面杨小三 所以整天疑神疑鬼 不肯离开半步 对于这样的谣言 我十分生气 并且发誓 自己要做一个三好老婆 绝不在他公司一步 但偏偏我前脚刚发完事 后脚公司就闯进了不速之客 许志安竟然成了段家术的新助理 刚收到消息 我就马不停蹄地潜老了公司 生怕我去晚了一秒 他俩就天雷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只是我没想到 推开门见到的 竟是许志安哭啼啼的一幕 见到我 许志安眼里满是恨意 将至 你来看我笑话是吧 没想到我倒贴这么多年 连小三都可以做 竟然还是输给了你 我惊讶于他怎么可以 把做小三几个字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输给我是因为 你本来就不如我 此话一出 许志安更破坊了 临走还不忘放下狠话 我不会放弃段家术的 我阴阳怪气的 在后面鹦鹉学舌 我是不会放弃段家术的 原本已经走出办公室的人 又踩着高跟鞋回来 满脸怒气的瞪着我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就把别人当傻子 我发了一个大白眼给他 我还真不信 这光天化日之下 他真能把我怎样 果然在他即将对我动手时 段家术挡在了我的面前 许小姐自重 不然我让保安来请你了 望着许志安的背影 我久久的不能释怀 我不知道 段家术哪里来的魅力 能让他念念不忘这么多年 并且好奇 当年他俩分手的原因 段家术听到我这样问 连忙撇清嫌疑 说他根本没有和许志安谈过恋爱 之前学校里都是胡扯 那时候他根本已经成亲了 只是我已经不在学校了 段家术说 他这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 还是网恋 我打趣到 那我俩还是真的挺配的 我也网恋过一次 不过还没来得及奔线就逼了 好巧我也没来得及奔线 段家术语气里满是遗憾 我听了有些不爽 满是醋意的问他 那当初是不是很喜欢 那个网恋对象啊 确实很喜欢 明知道不应该去追问当年的事 但听到这个答案我还是不爽 拎着包就准备走人 却还是被段家术拽住了手腕 你说你为啥总是那么急 从来不听别人的解释是吧 上一次也是这样 连解释的时间都不给我 一番追问下 我竟然得知了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当年和我网恋的人竟然是段家术 你说你不喜欢我这一款的 所以我伪装了好多年 15 得知了真相后 我匆匆地逃离了公司 准备自己好好的静一静 为了防止段家术来找我 我直接和好友飞出过游玩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我彻底地认清楚了自己的心 或许在年少时 默默地注意段家术的时候 我就已经悄悄地喜欢上了他 但是那时候的我嘴硬 总是说他是我最看不上的那种男孩子 多年过去 他的偏爱还是让我很快地沉浸了下去 我决定既往不救 好好的去过我俩的踏实日子 没想到刚下飞机换上电话卡 手机就叮叮当地响个不停 失去联络的一个月里 段家术每天都在微博里爱特我 老字名叫段家术 公主请出现爱得将至 每天都爱特一遍 从不缺席 网友从刚开始的吐槽倒戈到最后 纷纷都说磕到了 豪门的爱情我们 NPC看起来就是甜 很好 我又成了小说里看热闹的网友 啊谁懂啊 他想他了不直说 说公主请出现 还是真夫妻好磕 呜呜呜给我锁死在床上 看着网友们的起哄 我第一次觉得网络环境是这么有爱 不远处来接机的段家术朝我挥了挥手 我利索地在微博上打了几个字 将至 嗯出现了 段家术番外 我从小就喜欢上一个姑娘 但是听说他很烦我 他说我的一切活泼迷人的行为 在他看来跟孔雀求偶没有什么区别 朋友说将至喜欢温柔的男生 讨厌像我这样阳光帅气的 我不信 我觉得他在欲情故纵 但很快的就证明他们说的是对的 许志安缠我最紧的那段日子 我烦得不行 亮出拳头警告他 在跟着我 我就打女人了 没想到被路过的教导主任 抓到以为我们在打架 又一次让我在红旗下面检讨 后来学校里传言我和许志安谈恋爱 我本想去和将至解释 谁知道他连个眼神都没给我 看不上歌是他的损失 高考后那次聚会 说我时隔半年再次看到他 遇到一个猥琐大叔 我又一次像求我的孔雀一样 上去给他一个教训 本以为将至会觉得我帅死了 没想到偷从道士 既然是他和朋友吐槽 我的川普太吐了 粗柳脊气细柳斗 世上水嫌男人吐 等我花了两个月时间 终于练好了普通话 结果他小子迷上游戏 不肯再出来见我一面 很好 苦练两个月游戏之后 我终于加上了他的好友 本以为的清冷女神 私底下迷糊的可爱 但害怕露线 我给了他一张我室友的照片 日子久了 我既沉迷在虚假的网恋中 又懊恼他宁可喜欢网络上的人 也不肯分半点眼神给我 于是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蠢的决定 在他即将找我奔线的时候 让室友演了一出戏 让他以为自己网恋的是一个渣男 他离开的时候 我跟在他身后一晚上 不会抽烟的我硬是抽完了两包烟 我总以为我俩时间还多 等我回国之后一定有时间讲得清楚 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他要联姻的消息 我不允许 我都不敢想 到底哪个幸运会娶到他 哦 原来是我 没事了 结婚前一晚 我紧张的一宿没睡 生怕看到他结婚时满脸不愿意的神情 却又暗戳戳地期待着 他对神父发誓今生只会爱我一个人的场景 看到他穿着婚纱走向我的那一刻 我差点累奔 为了怕他尴尬 竟然他和别人进酒店的照片 封杀他 哦 是小舅子没事了 网友骂他 炸号炸号 许之安阴阳他 我自然会出手 陌生的小孩叫他妈妈 丈母娘 你快管管他 我之前的愚笨总是让他和我之间拖得太久 但命运把我俩拽在一起总是有原因的 因缘嘛 上天安排的最大咯 只是他最近又迷上了拍视频 比以前更让人生气的是 这次他的人设是性感辣妹 视频大火后 他开始各个地方到处飞 而我就像一个等待老公归来的娇妻 不甘心的我再次在微博发牢骚 牢字名叫段家树 公主请出现 将至 我想你啦